長榮航行的員工最主要就是因為不滿年終 跟長榮航空有差別 元旦當天破百人依法請假或是休假 而長榮航空也緊急調派人力來支援 不過桃園航行企業工會透露 航行的工作是有一定的門檻的 要把東西放到對的位置 以及如何放進機艙 還有可能需要駕駛拖掉機 一般的清潔人員恐怕是不能立刻學會 而長榮更傳出找零時工來替補 並且給時薪三百元 換算下來日薪恐怕會比正值的行情員工還要高 未來也可能會加速員工跟公司關係惡化 估計是急滿旅客焦慮全寫在臉上 旅客氣噗噗只能在現場乾等 全都是因為長榮行情爆發請假事件 明明是同公司但年中不同引爆不滿 從人力網站上看桃園行情月薪三萬五千元左右 新宇行情更高有三萬六千元 長榮行情則是落在三萬二到三萬五千元 相比新宇連年虧損年終還有一個月 而長榮有獲利竟然也是一個月 能走的都去新宇的 就是沒有負擔的啊 沒有家庭的啊 沒有側帶放帶的啊 我應該會吧 因為我自己想說就休息啊 帶小朋友出去走走 對此長榮緊急調派人力支援 還傳出春節已經在找零時工 以長榮行情一天工作八小時 加上平均加班二到三小時 正值薪水以三十天計算 一天約有一千零六十六元到一千一百六十六元 而傳出零時工時薪高達三百元 等於一天最多有三千三百元 比正值還多 在這邊呢 做了四十幾年了 每年的獎金一時以來都是要抗爭才有 跟乞丐一樣 對此長榮回應 林施工只是暫時補足人力需求 依然會以照顧正值員工 薪資福利為首要任務 華視新聞章曲 馮維之翁錢黃送一張桃園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